朋友们好 我是万管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个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者 今天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战争的冲突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这场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的逻辑 那么我们知道 2022年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 在之前普京签署了总统令 就是承认了乌克兰东部的邓丽兹克和卢干兹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的国家 而且跟两个国家签署了友好合作辅助协议 那么要理解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有三个实践基点特别重要 第一就是1991年 1991年我们知道前苏联解体 乌克兰独立 那么乌克兰独立以后 乌克兰政府一直是左右摇晃的 有的时候政府就亲俄罗斯 有的是亲欧洲或者美国亲西方 在最初夺立的十几年当中 俄罗斯本身也是想加入俄盟和白约的 所以没有带来什么大的问题 甚至在2004年05年发生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橙色革命 这个orange revolution 俄罗斯都忍让 虽然他抗议了一阵子 但是第二个实践基点比较重要的就是2014年 2014年清俄的亚勒科维提在颜色革命中下台 那么6月7号呢 罗生克宣誓成为乌克兰的总统 那么这个政府呢 把加入欧盟和白约作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大家也是知道的 他就先下手围墙 那看乌克兰可能要加入白约了 所以他先下手围墙 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让Tremia 克尼米亚半岛 举行公投独立 然后并为这个俄罗斯 大家知道的 另外呢 就是让邓巴斯地区发生了这个骚乱 这个地区两个州 就是顿尼茨克和卢干茨克州呢 他们宣布了独立 其实这就挑起了乌克兰和反政府军之间的这个争斗 因为这些冲突呢 白约第一次明确的把俄罗斯当着对手 而同时呢 俄罗斯也修改了他的军事准则 将白约和美国立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所以呢 在这之后呢 欧洲主要国家就来调停反政府军和乌克兰 这个政府之间的这个冲突 就有了所谓的这个明斯克协议 那么第一阶段的明斯克协议呢 主要的就谈了三点 一个呢 是全面停火 第二呢 是让这两个州高度自治 第三呢 是把所有的武装人员要撤出去 但是第一期的明斯克协议呢 有两个问题 没有涉及克尼米亚问题 也没有谈到这两个州自治程度 怎么自治 所以呢 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 他们又做了第二阶段的这个明斯克协议 加了几点 一个呢 是让双方离这个冲突区 市空线 10个公里范围内呢 要把所谓的重型武器 要把它撤离掉 而且呢 是明确的允许 这个这两个州呢 进行独立选举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两个州的问题 和克尼米亚的问题 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呢 这个战火呢 从2014年 一直是不断 打打停停停打打打 一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 根据这个联合国的统计呢 从2014年到2020年呢 总共有1.3万人 其中有四分之一呢 只平民 伤亡 有两百万人呢 逃离了家园 所以这个 这么多年的这个冲突 其实带来影响还是很大的 但是一直没有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下面就到了第三个极点 比较重要的 这个第三个极点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上台 那大家知道的 拜登上台为什么会改变呢 那是因为特朗普时候 是经历想拉拢俄罗斯的 但是拜登上台以后 这一系就变了 他对俄罗斯态度又强硬了起来 那么2021年89月份的时候 八月底和九月初呢 新当选的自尼斯基访美 他呢 把加入百月写进了宪法 而且他在访美的时候呢 跟美国签署了一系列的 军事合作文件 美国追加了六千万美元的 军事援助 而且包括提供一些武器 同时呢 北约呢 也有受举动 他们加强了在黑海的军事行动 军事引息 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呢 他们做了一场 比较大规模的 所谓的叫做快速三叉机的 联合军演 而且呢 束手美国的军舰 进入了黑海 十月份 接到后面 美国国防部长公开宣称 要大力支持乌克兰 加入北约 当然乌克兰嘛 有北约和美国的支持 所以也扬言 要用武力收回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 我们前面提到 这两个问题 一直没有明确解决的 这也是导致这个问题 一直拖着 这个悬着 悬而未解的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那么 俄罗斯怎么办 俄罗斯就进行 大规模的军事引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本来俄罗斯就是说 军营军演 演完了我们就走了 但是呢 他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把军队的人数 增加了17.5万 将近18万 显然这不是一个 仅仅是为了军事引息的问题 但是呢 问题在哪 问题 接到后面的一些调停 就是欧洲出来 德国出来调停 法国出来调停 当时呢 马克龙还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 芬兰化的模式 就来取代明斯科协议 那芬兰化模式呢 就是让乌克兰 成为永久中立国 不加入北约 其实如果当时 这个人实现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的战争了 比较遗憾的是 这一系列的调停 都没有产生 实质性的效果 所以到了 2020年2月15号 俄罗斯的议会 就是杜马 以绝对多数的票数 通过了承认 卢干斯克和 邓利斯克两个 共和国的 这个军事草案 是那个时候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战争 因为俄罗斯的诉求呢 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 架在我河楼上的 这把刀拿走 就是北约 对吧 如果这个 他的诉求 能实现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很遗憾 北约不让步 美国不让步 乌克兰本身 也不让步 对吧 所以到了2月21号 普京发表了一个讲话 知道这个讲话 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有战争的威胁 那么这个讲话 很有意思 他讲了很多 我把这个讲话 从头到我看了一天 有三点 我跟大家分享 一点就是 大家知道的 普京说 乌克兰自古 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其实大家现在回头想一想 这个其实是意义深远的 那你是我的领土 我是要把它拿回来的 是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他的诉求 他说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让步 对吧 那就是你把刀架在我的核弄上了 而且他提了说 乌克兰在2021年3月份 已经开始寻求发展核武器 那我们知道 乌克兰本来有2000到3000枚核武器 当时是俄罗斯和欧洲和美国一道 说我们保证 你不会有安全威胁 你把它销毁掉 但是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实现 对吧 所以乌克兰是有这个技术力量的 而且普京还说 乌克兰的军队系统 指挥系统 其实与北约已经完全整合了 而且你们不断做演戏 对我造成威胁 而且他说了两个 给了两个数字 一个就是说 你北约现在往俄罗斯发导弹的话 到莫斯科只需要7到8分钟 如果是发高超音速导弹的话 只要4、5分钟 也就是说你对我的威胁 就在我的眼前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他说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俄罗斯是想加入北约的 是想加入欧盟的 二十多年以来 包括在Boris Yeltsin的时候 多希望能够融入欧洲 但是你们不代应 包括他专门说了一句说 2020年他见到了肯林顿 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 他专门说 我不可能透露具体的袭击 但是肯林顿的反应 用他的话说 是一个克制的态度 至于肯林顿有没有讲话咋的 反正他的印象 就是肯林顿就没有代应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三点下 普京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法让步的 那么这是21号的事情 本来大家对这个讲话也没有当做一回事情 大家都以为这场冲突就差不多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24号的时候 他对俄罗斯进行宣战 那么这个俄乌冲突的核心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百约的东扩 百约东扩其实在德国统一以后 波罗斯尔森就提出了 你百约不能东扩的 你要代应 而且90年百约的秘书长也代应了 不在德国之外 德国因为东德西统一以后 他肯定是成为百约的成员的 你可以部署军队 但是他们代应了 除了德国 统一的德国 我们部署军队 我们不在其他的中东欧国家 部署军队的 而且2001年9月份 普京的时候已经做了总统 还讲了一个 共建欧洲大加诚的一个演讲 他是任意希望进入欧洲的 加入这个百约的 至少搞好这个关系 所以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一直到了今天 所以俄罗斯的诉求 其实具体来讲有三个 一个你百约不能在东扩了 第二个你不能在俄罗斯的边境 部署进攻性的武器 把我们逼到没有推路上面 第三个就是要把整个百约 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和适事 要恢复到97年之前 这是他的具体的三个诉求 关于这个百约 我们也知道 百约是1949年成立的 最后的时候有12个成员国 就是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河南 比利时 卢神堡 葡萄牙 丹麦 挪威和冰岛 后来是在1952年的时候 西纳和土耳其加入进来 联邦德国 当时就是所谓的西德 是1955年加入进来的 西班牙是82年加入进来的 所以在冷战激溯前 是有16个成员国的 1955年西德加入百约之后 俄罗斯 就是苏联 感觉不行了 所以他们在5月14号 就跟波兰 基克 民主德国 那就是东德 罗马尼亚 匈牙利 保加尼亚 埃尔巴尼亚 七个国家 东西国家成立了所谓华沙条约 但是华沙条约组织 1991年7月1号已经解散掉了 那么在它解散以后 百约已经存在 虽然早期的时候 百约是代应不东扩的 但是自从那个之后 它进行了五次的东扩 这就是俄罗斯反对的说 你要恢复到九千年的时候 也就是你这五次东扩 都要退回去 那99年的时候 有三个国家加入了 百约 波兰 基克 和匈牙利 2004年 七个国家加入了百约 保加尼亚 埃萨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罗马尼亚 斯拉萨克和斯拉文尼亚 2009年呢 埃尔巴尼亚和克罗基亚加入 2017年赫山加入 2020年是白马提顿加入 所以它一下从16个国家成员国 扩大到30个成员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 一不下这一口气 这就是其实问题的根源 那么最后在这我就有两点 我跟大家朋友们一起来做思考 就是来探讨 像乌克兰这样的小国家 究竟应该怎么去定位 它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它被夹在了欧洲和俄罗斯之间 那么欧洲后面还有美国 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国是无外交的 夹在这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 其实是挺为难的 在通常情况下 当然它可以去做一个桥梁 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 它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它必须要选边站 那么乌克兰到今天 它是选择了美国北约和欧洲 那它有没有错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它是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的 欧洲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它的进口的44% 它的出口的38% 都是欧盟的 所以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欧盟对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排除战争战略等等方面的考虑 那么要想把日子过好 其实它确实要搞好跟欧盟的关系的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 就是我说了几句话 其中一句话就是 2022年2月5号必将载入史册 跟这一天相关的是 中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表态 说中俄关系不封顶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 这个更有趣的日子会在后面 2022年2月5号的这个事件 跟今天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有关系 如果有的是什么关系 我希望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做思考 好的 今天关于这个俄乌军事冲突的 这个来龙去脉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一近三年 谢谢 谢谢